我叫周子书 在上一集 我终于遇到了我的命定之人 的转世 我找了你 一千年 于是我们毫不意外地又纠缠在了一起 还真是三上十上究竟魂了 然后我们俩睡了一觉 幽魂 进度没错快 只是单纯地躺在一张床上睡了一觉之后 刚刚 那个是什么 我本来以为那是我的幻觉 然后我又试了一次 等会是什么呢 听到的果然是她的心声 和喜欢的人睡了一觉之后不够好 只是盖棉被唇聊天 突然能听到她的心声是为什么 我曾经看过一个剧 和你的情况非常相似 刚出的 尝尝吧 跟着剧情晚点高水 请问你 昨晚 好可惜啊 要不 今晚 我这样是不是太骚了 要不然 还是保守一点 养了个吞 那脑子里怎么都是这不过神的东西 你真的也是让我睡客房吗 睡客是我们同居的第一天 我今天不太舒服 真的吗 嗯 我做错什么了吗 请问有解决的办法吗 我真的不想再听到她心里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了 那你是能听到所有人的心声 好巧 还是说只能听到她的心声 我不知道 等等 我去试试 她在干什么 还披衣服 你都没对我这么热情过 我试过了 其他人我听不到 只能听到她一个人的心声 那看来 解人还须寄灵人 只有她才是你的解药 所以呢 所以我又吃醋了 我看你是粗情转世吧 别人做饭你在这聊天 感情是和我来做什么不在的 怎么 李克的话都说不出来了 只有她才是你的解药 原来是这个意思 那续脸上的事 好可爱 好像有一个 你快点吧 我不想听你的心理活动了 你刚刚说什么 对不起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能听到你的心声 那她几个事都听到了 你现在是不是特别生气 你不是能听到我的心声吗 让你听个够 你够了 不说什么 不说什么 你别说个事 我能听到你的心声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